就说它的笔尖在中轴心那一带盘旋 怎么盘旋呢 一点一撇下来以后 它两笔交接它是有个角度 对吧 角度完以后这边又转方向 它又有个角度 这些角度一定不要省略 我们在讲 孙过廷不是讲说 真书以点化为行值 对不对 实转为行值 草书相反的 它是以那叫什么 实转为行值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它的实转 体贴它有角度 你到了草书体贴比较小 所以会变成四方四圆那样的方式 但是你因为行草要杂揉 你在写字运的时候 常常写作品需要杂揉在一起写的时候 你不能说你的草书是这样 你的行书又不是那样 那两个就不会融为一起 好 那接下来它全部用笔线在走动 好 提贴 提高 提贴 点 我刚说这个地方 不要长 不要长 这个骨血过了 所以我想同学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横幅呢 它也是相当的 相当的斜 而且也带了一个 是 你看它左边带了一个勾 对不对 但带了一个勾 它的角度没有跑掉 好 好 这边下来以后 贴 贴 鵝 鵝 鵝又来了 所以鵝 好 同学如果有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我的录影带啊 就是我YouTube的那个影片 写作品的影片就发现我的点 常常是尾端上翘 尤其是小横画短的小横画 尾端上翘 有没有看到 注意刚才跟各位提醒的 有个上去的哦 直直的尾巴可以向左